避难指的是当发生灾害时到安全的地方逃生的行动 比如 因地震房屋有倒塌危险时 火灾蔓延到附近时 是一所消防警察发布避难劝告时 市一所和区一所等发布避难劝告并用防灾行政无线电广播及宣传车进行广播时 防灾行政无线电广播就是市一所、区一所用喇叭通知灾害信息 宣传车就是市一所和警察等向居民通知灾害信息等的专用车辆 那么发生地震后应该到哪里避难好呢? 避难场所主要是公园、中小学校等 可以在签业室网站上查阅 请事先确认自己家附近的避难场所 避难所、广域避难场所 当发生大地震时 有可能会在避难场所生活几天 在避难所可以领取到食物和确保有睡觉的地方 但由于是与陌生人一起生活 所以与在自己家不一样 会感到有精神压力 请遵守避难所的规定 不要给旁边的人添麻烦 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 感谢观看